中国的骄傲,姚明,2001年姚明在NBA选秀的时辰,以装的身份被火箭队选中,从今往后在火箭队以能人过瘾的身体本色和体育天赋,赢得了非常多人的爱好与属不堪数的名誉,姚明的身高都是尽人皆知的, 也被称为中国第一巨人,固然是在NBA里面高大威猛的胜地姚明,也能够或许有着本身的身体优势,娱乐圈有很大一部分有和姚明和郭颖,可是和姚明和颖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,即便是平常看似很高大的明星,站在姚明身边,也会把他衬托得很娇小,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进来一档舒畅节目, 让吴亦白有如把大众事业以内的机会带了很多,在文娱圈外面吴亦凡也算得上是较高一名男明星了,187公分在大众来讲也是很不错的了,他不止拍戏唱歌上综艺节目等等,也遭到过一些聘请去走模特秀,通俗吴亦凡和别明星合影都地,是最高最突出的那一名, 但当吴亦白赶上了姚明去变得那么不一样了,吴亦白站在姚明身边顺时就没有了高度优势,身高接近119的吴亦白,在姚明面前显得有点弱小了,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林舒豪身高191公分,也算得上是人群中很高的一类人了, 何况李舒豪也是NBA的职业国策动,但则相干于姚明来讲,赵亚显得对比的较小了,林舒豪直到姚明肩膀旁边,并且林舒豪比较的弱瘦,跟姚明比起来多么看更显得弱,小了,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,更有意思的是这张姚明和刘翔,杨宁和郭敬明的合照,从高带的身高顺次排开,郭敬明选择站在姚明旁边, 而没有选择直接站在姚明旁边,看得出来赵亚很聪明,郭敬明中距离着姚明和刘翔两人,这样一来可以减弱一下他与姚明直接的身高对比,又构成了一个很好的队形,不可不及不说小四多么做赵亚对比聪明的,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,而这张对比轻松的合影,是姚明和我们的成龙大哥,成龙非常诙谐地站在了一张桌子的下面, 和姚明合影,看得出来,成龙站在一张桌子上也还没有姚明高,并且站在桌子上的成龙,可以勾住姚明的肩膀了,姚明也非常的配合搂住了成龙大哥的腰部,这张合影两个人都看起来异常的欢愉,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,描述这张姚明和陈乔恩的合影,也是异常的灰鞋,陈乔恩当天身穿一身白色长裙 脚上穿了高跟鞋,看起来大概有一米七级,而姚明当天身穿一身黑色正装,陈乔恩在旁边小然地挽住她的手,这一黑衣白衣高一矮的对比很清楚,在姚明旁边陈乔恩显得一场娇小可儿,从这张照片下面看陈乔恩的脸, 仿佛只有姚明的一半,并且姚明的手仿佛也是差不多有陈乔恩两只手那么大,看起来两个人看起来有一种美女女怪兽的记事感,当然不是只姚明是怪兽,只是姚明和陈乔恩这张照片拍出了那种身高差别效果,和姚明合影,也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任务,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显得本身很娇想很瘦削。